嘿 網友們 我沒有見面了 大言大家說的這個節目裡面 我也差不多有十天的錄製 那麼累積下來 有一些這個很多的視頻節目裡面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種 我這種小小的節目裡面 談論的也就是那個 我們東西方之間很多思想文化上面的差異 那麼點點滴滴其實呢 我們有好多好多的地方的思想文化 我們有好大的差異 那麼我們有好多的話題可以談 那麼我很多謝各位的網友 那麼一直對我的支持 同時我希望能夠有更多 在這方面我們有共鳴的網友們 我們一直繼續的探討 那麼我們學習呢 看一件事情站在中間的立場 不同的角度來看雙方的好處與壞處 我們比較容易做出一個很正確的明判 那麼這期節目裡面呢 我跟各位探討的就是說 中西方之間交友之道的差異何在 OK 那麼首先我們談到 我們談到中國人那種交友的方式 我比較用一個正確的話 正確的那種觀念認為 中國人認為中國人比較重於小人之交甜如蜜 這句話並不是說批評我們中國人是小人 就是說我們交友之道比較重於 要交得越親密越好感情越深越好 那麼在西方這個國家 他們也不是說感情不深 那麼他們這種交友的方式 我比較用一句話來形容 是那種君子之交淡如水 他們人與人之間的來往都會保持一段相當的距離 那麼其中各個的好處壞處都有 那麼中國人這種交往的方式 你會覺得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你有很多的好朋友 比較容易得到朋友的幫助 那麼它相反的壞處帶給我們的是 人與人之間因為交往的過密 那麼產生了糾紛跟那個摩擦 它也就相對的會增大 那麼在西方這種社會裡面 那麼因為他們人與人之間的那種習慣 你會覺得當你碰到了事情的時候 好像並沒有這麼多的好朋友可以幫助你 那麼同時它的好處也就是 他們之間交往的同時呢 那麼那種糾紛跟瓜葛自然也就降低了好多好多 OK 那麼我們再繼續談到就是說 雙方在人際關係裡面 那麼我們那種文化的方面的不同的地方很有意思 OK 你們繼續去想一想 在中國的社交圈子裡面 我們會不會有一種很平常的一種習慣 相互的批評 相互的打聽 然後呢 那個是是非非在一個圈子裡面 總是一直在圍繞著你 OK 還有傳話 我今天把聽到一句張瞻的一句話 我很自然地就傳到李氏那裡去 如果我要加油天觸一點 我可以把這句傳的話 完全地不同的意思就傳出去了 那麼會很容易造成一個這個社會的圈子裡面 那種是是非非是在圈子裡面 而且呢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哪一天 誰又在你背後講你的壞 在你的背後講你的壞話 你自己都不知道 因為你知道這個社會就是這樣的社會 那麼所以呢 在中國 我在美國 將近四十年的時間 我有一半的時間是在中國圈子裡面 跟中國朋友打交道 那每一半的時間是在美國圈子裡面 跟美國朋友們打交道 我可以做出一個非常明確的判斷 跟認識他們之間決然的不同之點 OK 在美國人這方面呢 我們交朋友的時候呢 我們自然地養成了一種習慣 就是說什麼 我們不相互的批評 OK 我們絕對不養成一種那種 背後批評人家的那種 不道德的習慣 在西方國家 我敢講 少是又少幾乎是沒有 我跟他們相處了這麼多年 我感覺到跟他們相處的時候 會有一種很輕鬆很自然 OK 我也很開放 因為我沒有這種顧慮誰會批評我 相反的 我在一個中國的社會裡面呢 我會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 我不敢做 我不管我事情做得再好 分分鐘會有人在後面批評我 OK 然後我在中國圈子裡面 隨時會碰到一個朋友跑來告訴我 誰誰誰在講你的壞話 那這種習慣 在我在美國圈子裡面生活了這麼多年 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次 所以他們之間的差別 就如此的巨大 你聽我講完以後 你會明瞭我為什麼這麼去講它 好 還有一點也很 也有很大的差別 OK 在美國的這個人際交往之下呢 他們有一種非常非常高尚的那種 那種氣質啊 就是說他們在一個任何一個爭吵 OK 爭吵的臉紅脖子出非常的氣憤 但當他們爭吵完畢以後 第二天他們回來相互握手相互道歉 他們就把事情給放掉了 他們不記仇 這一點我一直很想學習他們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中國人 我們在中國圈子裡面相互之間 如果說我今天跟一個朋友 發生了某某的爭執 很可能我們就因此而就 誰也在也不理誰了 那種氣仇的心裡面 小氣 我自己本身也犯這種毛病 所以我跟美國人相處的時候 我很欣賞他們的那種氣質 我也很希望我能夠學到他們 這種大氣的那種 這種情懷 這兩點之間說真的也很不一樣 OK 接下來我把它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在我們中國的社會 OK 我們很容易 在這個社會團體裡面 我們有一種根深蒂固的那種 民族 熱愛民族 熱愛國家的那種情懷 很容易被煽動 很容易被煽動 任何一件政治事件 你可以很明確地看到 我們的中國朋友們在那裡 憤怒地反抗 OK 很容易 這種愛國的情緒很容易被煽動 但是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人與人際之間的交往 又不是非常的文明跟開放 人與人之間的那種小團體 相互的批評 相互的那種壞話傳來傳去 在實際的生活裡面 他們又是這樣子的一種團體 當它上升到一個愛國 愛國民族意識的時候 他們又非常的激烈 OK 在美國這個文化裡面 剛剛好相反 OK 你從來看不到美國人 他們為了一件政治的事件 然後群體的抱在一起 那種愛國民族的那種偉大的精神 在美國的社會裡面 你一次都看不到 他們沒有這個概念 沒有這個概念 那麼在生活上面呢 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裡面呢 他們又非常的單純 沒有勾心鬥腳 沒有小團體 相互之間呢 相互的尊重 不說三 不道事 所以在這種團體裡面呢 你會感覺到 非常的不一樣 兩個相比之下 你同樣是一個人 在不同的團體裡面 你的感受是非常非常的深刻 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這是我今天在這期節目裡面 把我的這種多年的感受 所看到的 所想到的 我們分析給各位聽聽 yes or no yes or no right or wrong OK 節目又到尾聲的時候 最後送給各位這句英文 one night stand 就是一夜之情叫one night stand OK 我每一期節目 那個每日一句 我都打在我節目的旁邊 有一個英文你們都很容易的就可以看到了 對不對 現在又在這裡跟各位說道別的時候 希望網友們保重 那麼懇請你們為我支持 點那個訂閱與那個留言 非常謝謝你 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